来看到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在今天晚间到桃园举办多元族群适时大会 但未见很关心的是柯文哲他喊出要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拼战到底 是不是就代表已经没有侯柯佩的可能了 柯文哲表示说如果在野要整合的话还是要整合最强的胜选团队 而至于在两天内他二度拜访郭董是否代表柯郭佩呢 柯文哲则笑说了说郭台铭的高度已经超过副总统了 支持者高喊柯总统动算毕竟柯P这总统已经选定了 来到桃园参加多元族群适时大会再进一步透露部分区名单 我们这安全名单就直接把来自东南亚的这种外配就放进去 事实上我们本来也有放陆配两年换一批了 所以应该都还会在这个安全名单范围内 周二民众党就将拍板最终结果周三公布 是否也会一并讨论通过副手人选也是关键 明天早上开会才知道 前一天宣示要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身份拼战到底 被解读已经没有侯柯佩可能 加上蓝营通牒周三就是确认蓝白河最后期限 目前双方针对民调比拼方式依旧没共识 正确讲完还有一天半应该是用那个胜选最最 纪律最高的团队来组合啊 怎么你为什么不宜选一个比较难选的 就是努力到最后一秒嘛看怎么整合嘛 和国民党协商卡关 柯文哲返到连事两天密集拜访郭董 全出就是在讨论部分区人选 郭伴也暧昧的说只要柯P点头 就能柯郭佩出马PK赖销两人 那个郭董的level已经超过这个了 我倒觉得赖清德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在美方有余力的状态下 他也是要需要建议对美方的热线嘛 蓝白河就要破址 如何组成最强组合 柯文哲也已经做最好准备 接着黄文李明宏S小组陶宇报道